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呀 灵敏米卡的含金量你们能明白吗 我知道啊 虽然我曾经发誓再也不为了捞四星角色下池了 但是我一想我身后好歹还灵敏呢 这波呀啊绝对不亏 别看我手黑 我今天前前给大家盘点一回 哪些角色和武器自带加速buff 首先四星角色重云 自带天赋 异技能范围内提高拿剑和拿枪角色8%的攻速 对吧 加上五星武器松赖之后 还能再给全队提高12%的攻速 加起来也就20% 但是你们想啊 松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是上一次和尤拉一起复刻的时候 那尤拉又是什么时候复刻的呢 还不说了 这个数字至今还在增加 最近有个感觉 这个角色我怎么没见过呀 这让老玩家看了都想哭 就说气不气 再看五星单手剑天空之刃 可以加10%的攻速 但是只有拿剑的这么一个角色 可以吃到加成 回到五星角色琴 需要琴两命吃到球了以后 能提高全队15%的攻速 但这成本也高呀 这得歪多少个小保底 才能二命琴啊 你们说是吧 还有四星角色云锦 得六命开大了以后 才能提高12%的攻速 当时为了这个六命啊 我足足等到他复刻了两回的时候 才抽到 虽然说米卡代替不了云锦 在宵攻队伍里的地位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 米卡能够加入云霄的这个家呢 等一下啊 情况好像有点不太不进啊 有小伙伴数前面多少抽了吗 哎 这怎么好像两个六四八了 才给了我一个米卡呀 你感谢啊 米哈友 你坏事做劲啊你 其实今天咱们也不用多要 五命 五命米卡不过分吧 我就想试一试啊 米卡让云园变剑炫的感觉 说到五星角色云园 四命开大之后 能提高队伍角色15%的攻速 啊还有就是 胆兵的余命 他一技能以后能提高他10%的攻速 但是朋友们啊 说了这么多 接下来的才是重点 今天的私心角色 米卡 零命就能提高最多21%的攻速呀 你感谢啊 五命提高25% 所以要是四命的灵人 带天空之人 配上满金松赖的虫鱼 再加上两命的琴和五命的米卡 这加起来不就是提高了 97%的攻速吗 啊我没算错吧啊 97%啊你感谢 我现在就后悔 为什么我的松赖没有抽满金 为什么我没有给灵人抽个四命啊 别跟我说挂杀啊 咱们就算是挂 那也是挂的也贼快呀 你们说对吧 哎不是 我请早就已经满命了好吗 而且这都已经出了三个金了 哎怎么他给了一个一命米卡呀 你说气不气啊 有米卡吗 啊给我米卡呀 哎米卡你在哪啊 又来金了 每次只要不是冲着五星去的 疯狂给我出金是吧 这欧气啊 送给点赞的小伙伴们吧 还好这则深河灵敏啊 不算太亏 接下来我还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虽然说米卡是物理辅助 但是等有了米卡之后 哎管什么油拉呀 悟伤钟离 悟伤七七 悟伤小艾米 给我全体起立 米卡进散兵队 还能扩染兵 别暴击 哎前面忘记提了啊 散兵的专属 剩一物楼阁四件套 还能再提升10%的攻速 如果散兵有专武的话 那又是加10%的攻速 这样下来忘高了算 一命散兵配满金砖五 法陆山 五命米卡 再来一个兵器 最好是带盾 帮帮或者来一辣 最大攻速加成 那就是55% 这不得到哪儿 都是杂嘎乱杀呀 完了 感觉这次满命米卡 是有点困难了 除非这个十连 给我三个米卡 这也太难抽了吧 哎 看在up主这么破费的份上啊 能用你们手中的点赞 为我回拨雪吗 那今天咱们也就不追求满命了 咱们接下去 就用灵敏的米卡来测试一下 到底能给队伍有多大的提升 好了 本期视频由各位的点赞收藏 和两个圆圆的硬币赞助播出 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